女孩被牢牢绑在椅子上 学长举着相机在一旁拍摄 随后一声招呼 几个头戴丝袜的男人相继出现 女孩顿感不妙 想要求牢 却被丝袜堵住了嘴 房间里重斥着男人们淫荡的笑声 之后 女孩便被这群禽兽轮番侵犯 一个花季少女 为何遭遇如此暴行 就在昨天 校草阿豪约小美去家中坐坐 小美暗恋校草已久 想也没想就同意了 两人推别换斩间 小美已经有些许醉意 正准备回家 却被阿豪一把拉住 递给她一瓶饮料 说是可以清酒 小美就这样毫无防备的一饮而尽 她的视线逐渐模糊陷入昏迷 随后便发生了开头那一幕 事后 小美悔恨不已 倾心了阿豪花言巧语 她不敢将事情告诉母亲 只能在无人的时候默默抽气 因为阿豪威胁她 要是敢把事情说出去 就把视频发出来 小美想尽快逃离这个伤心的 于是向母亲提出转学的想法 但母亲不了解事情的真相 以为她只是在学校和同学 发生了小矛盾 所以并没有放在心上 然而 选择沉默的代价 就是让施暴者们更加肆意妄为 这种事只有一次和无数次的区别 这天晚上放学回家 小美再一次被阿豪堵在路口 原来阿豪早已将她调查了个底朝天 详细到家庭住址 母亲职业 回家路线 听到这 她直接跪在了地上 苦苦哀求阿豪放过自己 然而 阿豪又怎肯善罢甘休 证实 之前的那一群猥琐男再次出现 将小美团团围住 她绝望了 此刻的她就如待宰的羔羊 只能谈在地上低声唾气 苦苦哀求却无济于事 此后 阿豪拿出米药 俯下身去 威胁小美喝下 并表示 她就是小美的主人 小美就是自己的玩具 只要乖乖听话 就等相安无事 她知道自己没有任何反抗的余地 拿起米药一饮而尽 随着视线逐渐模糊 只能隐约看到眼前几个男人猥琐的笑 等她再次醒来 已经是半夜 她头发凌乱 衣衫不整 躺在地上止不住的唾气 小美很明白 刚刚发生了什么 但她却只能选择忍受 然而 阿豪并没有信守承诺 她的不雅照片还是被爆了出来 当警察拿着照片找到小美的母亲 母亲这才恍然大悟 原来自己的女儿遭受了这般折磨 她请求老吴一定要将罪犯们绳制以法 老吴表示 一定会隐秘调查 争取在舆论扩散之前结案 尽可能保护小美的隐私 然而 这个案子却被一些无聊媒体盯上 经过媒体天忧加粗衣曝光 小美的事情被扒在了大众面前 面对蜂拥而至的媒体记者 她感到不知所措 这无疑是给小美的二次创伤 最终 母亲二人搬离了这个罪恶的地方 更敏感性重新开始生活 如今 小美已经成为了一名高中老师 还和未婚夫订了婚 就在她即将过上幸福生活时 噩梦再一次降临 女人喝下不明饮料 随后视线逐渐模糊 眼前几个男人一脸吟笑 等再次醒来 已是凌晨一点 她头发凌乱一山不整 躺在地上默默抽搐 她很清楚这群猥琐男人做了什么 虽然最后他们被绳之以法 但这给小美留下的阴影却难以抹去 之后她和母亲搬离了这座城市 逮头换面重新生活 如今 小美已经当了老师 即将步入婚姻的殿堂 感情事业双丰收 然而梦却再一次降临 这天 小美在办公室加班 喝了一口学生送的咖啡 随后便一下子昏睡过去 等再一次醒来 已经是第二天 她发现自己腰酸被痛 手上还出现奇怪的肋痕 还没来得及思考 就收到一条陌生人短信 对方似乎和自己很熟 她询问对方是谁 然而 对方的回复让小美毛骨悚然 我是你的主人 这让她瞬间回忆起多年前那个场景 不堪回首的记忆 又突然开始攻击她 就在她愣神之时 对方又发来她的私密照片 还有录像视频 并威胁小美乖乖听话 这突如其来的陌生人 让小美不知所措 一阵无力感涌上心头 她只能默默哭泣 等缓过神来 她决定调查清楚对方到底是谁 于是找到学校保安 所要监控 却被告知监控这几天在维修 晚上 小美跟随未婚夫见家长 公共婆婆对她很是满意 谈笑间 她再次收到陌生人短信 要求她发一张私密照片 未婚夫发现异常 小美却表示无事发生 本以为事情就这样过去 没想到 莫过一回 公共收到一条短信 当公共念出短信内容 其他人都觉得 这只是骚扰短信 只有小美知道其中的秘密 她一脸惊恐 借口上厕所 再三犹豫之后 小美还是妥协了 乖乖将私密照片发给对方 因为对方似乎对她了如指掌 她不敢想象 如果她不这样做 对方还会做出什么丧心病狂的事情 然而 陌生人对她的骚扰还在继续 这天 对方发来消息 让她去学校仓库 领取礼物 当她小心翼翼地走进仓库 发现仓库正中央的桌子上 摆了一瓶麻药 和她当初喝得一模一样 痛苦的回忆瞬间闪现在脑海 愤怒涌上心头 这一次 她并没有乖乖喝下 而是草起桌上的瓶子 直接砸在了墙上 将麻药撒了一地 然而 惩罚很快来了 由于她的不配合 这天上课时 陌生人直接将全班学生 拉到一个群里 说要发班上某个人的私密照片 小美瞬间慌了 她让学生们立刻把手机关机 然而 这时的学生早就炸开了锅 议论纷纷 期待着到底是谁 哪还听得进去小美的呐喊 随着到计时开始 计分愈发紧张 小美无助地蹲下身子 蜷缩在讲台下 等待着死亡宣判 她恨不得找个地缝钻进去 突然 原本喧闹的教室变得鸦雀无声 同学们纷纷看向班花 原来班花也是受害者 小美找到班花 贴心地安慰她 因为小美自己也曾经历过 能切身体会她内心的苦痛 随后小美便询问她幕后主使是谁 班花这才将事情爆出 原来这一切都是班长逼迫她做的 她还在班长的电脑里发现了 大量其他女孩子的不雅照片和视频 难道班长就是背后主使 总算找到了一丝线索 晚上 小美一路跟踪班长 来到一个KTV 在里面一番寻找 发现一个可疑的包街 偷偷往里面 她转头就跑 几个混混穷追不舍 就在危急之时 一个黑影出现 一把将小美拉入了黑暗之中 卫生间内 女人将手机伸向裙底 拍下私密照片 思索片刻过后 发给了对方 不是她有什么特殊癖好 而是被人威胁 因为喝了一杯学生送的咖啡 小美陷入昏迷 随后就被拍了不雅照片和视频 神秘人以此威胁 让她乖乖听话 她也想过割腕子杀 一了白了 但是想到未婚夫 还有未来幸福的生活 她不想坐以待毙 于是她找到老吴请求帮助 老吴曾是一名警察 和小美是老相识 尽管她现在早已辞去了警察身份 生活也不太如意 但是她还是决定 义无反顾地帮助小美 然而还未等他们展开下一步行动 神秘人再次发来消息 是班上的班花被绑架的视频 如今受到威胁的不止小美一个 神秘人将魔爪伸向了她的女学生 神秘人扬言 要想救班花就到郊区废弃仓库 于是小美给老吴发了一条消息 驱车独自前往仓库 仓库那一片破败 她四下搜寻却不见班花的踪影 正时她发现了桌上的麻药 她知道神秘人的意思 为了救出班花 她拿起瓶子一饮而尽 随后便陷入昏迷 等她再次醒来 眼前站着一群男男女女 而她的班长也在里面 她拼命呼喊 让他们放过班花 有什么事冲自己来 然而下一秒 班花大摇大摆地走了出来 原来班花也是其中一员 之前的一切都是班花设定圈套 而班长只是她的一个棋子 目的就是为了抓住小美 然后拍视频卖钱 说着就打开摄像机 开启直播 直播间观众越来越多 就在这时 老吴及时赶到 嘴里大骂着这群兔崽子 抡起拳头就冲了进来 然而对面人多势众 一番打斗 老吴被他们绑了起来 好在老吴来之前报了警 很快警笛声响起 警察赶到现场 他们见状四处逃算 小美趁机挣脱绳子 朝班花追了过去 一把将她扑倒在地 接着就是一顿输出 一巴掌接着一巴掌 很快 这群乌合之众就被全部抓捕 然而神秘人并不他们其中 他们也只是小喽喽 警察根据神秘人电话 查到了地址 警察马不停蹄地 赶到神秘人住所 发现一个男人正准备开门 男人似乎察觉到不对劲 把腿就跑 可警察早已布下天罗地网 很快便抓到了男人 面对警察的讯问 他却一脸无辜 表示自己对这些是毫不知情 持口否认自己是神秘人 随后老吴和小美也来到现场 发现大门半开着 小心翼翼走进屋内 却只发现只有一个孩子 男孩呆呆地站在原地 身体止不住地发抖 小美安慰他不要紧张 然而老吴发现了端倪 他看到不远处电脑上 不堪入目的网站信息 随后拨通了神秘人的电话 正时 男孩手中的手机响起 内心的恐惧让他止不住地落泪 小美一脸震惊 他不敢相信 一直以来骚扰自己的幕后神秘人 竟然是一个小孩 由于他是未成年 最终免于牢狱之灾 这不羁让人发问 难道神秘人真的是这个小孩吗